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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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來到了龜山的 他這家自助餐他主要是提供 港式料理吃到飽的部分 而且價格 等一下你們看到應該會嚇到啦 好不好 那这一家自助餐 也是有很多人推荐给我 因为它的价格实在是太平价了 只是它 平价内容到底会提供什么样的食材给我们呢 我们等一下一起进去看看会是如何吧 Go 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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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各位 今天是8月3号了 也是双北可以开放内用的时候 那刚刚我进来的时候 他先跟我预收365元的用餐费用 你好,我有定位 定位这样365 好了,那我们去拿点东西来吃了 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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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油油甜甜的蜜汁叉燒 我觉得如果去夹它现场的饼 应该会很好吃哦 我们第二轮再来试试看 咬下去这种鸡肉肉质软嫩 加上它炒这个甜酱 我觉得这非常好吃耶 这边也有月亮虾饼 我觉得这个东西吃起来就有点油腻 各位啊它这边还有很特别的地方是说 它有这种传统猪脚 现场还有万软猪脚可以用耶 它一次给我们这两种猪脚我觉得还蛮有诚意的耶 拌满地咖 嗯 这是好吃的万软猪脚耶 比我上次去屏东肯丁吃的那一次还好吃很多 再试试看这种传统猪脚 它控的是属于不会硬也不会软暗的程度 但如果能更加软暗的话 我应该会很喜欢的 嗯 嗯 这应该是牛腩吧 嗯 这个牛腩咬下去 有种满满的红烧香 这我嘴巴也散开来了 它不会太干彩 这是好吃的重点之一啊 嗯 嗯 再吃吃炸螃蟹 嗯 再吃吃炸螃蟹 诶各位啊 我不只不说 它这个炸螃蟹 算炸的非常的油 但是它的螃蟹 让我吃到有一种鲜甜的味道 嗯 嗯 嗯 那我们吃完螃蟹之后 再吃这个虾子 它这个炸白虾的肉质啊 我觉得有点呼呼耶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鸡腿 我觉得它今天这边的鸡肉料理 肉质都还蛮软嫩的 诶 接下来吃一下今天唯一的冷盘 五味小章鱼 诶 诶等等等等 它这小章鱼旁边 还有这种 反例背 诶 你看 它这个粉肠是一整只虾仁包在里面的 哦 它这个粉肠是一整只虾仁包在里面的 咯 咬下去是鲜虾味道直接吃到你脑门诶 没有在客气的诶 还有这个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粉肠 这应该是叉烧粉肠 咬下去满满的叉烧 还有它葱花的香味 扑鼻而来 吃到现在我觉得 我们第一轮快吃完了 好像还可以诶 没错就是那个熟悉的中央餐厨味 没错就是那个熟悉的中央餐厨味 接下来喝喝看我最期待的牛杂汤 你看看 它这个牛杂它煮得非常软嫩 好啦 那我们再去拿第二轮的东西吧 我还蛮期待第二轮的 我还带的 在我们新三一路里 就在吃吃看 我都不得了 看其实看 ? 那些飙看 二轮百鱼 一里 三十块 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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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辣 好,各位,做第二輪,我就先專拿這個蒸籠料理,還有剛才我拿的這個叉燒夾餅 嗯 在我一口咬下的時候,它油在噴出來 肥叉燒與麵餅它的搭配,我覺得這兩者是剛剛好的存在,還不錯 哇 然後現在吃吃看這種經典,珍珠丸子 再吃吃看這個,螢光針餃 嗯 我覺得它像極的水餃耶 沒錯 嗯 嗯 來吃看這個 蝦仁燒賣 它這個燒賣應該是蒸太久已經爛掉了,可是整體來說它味道又還蠻不錯的 蝦仁燒賣 蝦仁燒賣 它這顆燒賣品質就很像我們在市場可以吃的到那種一顆10塊錢的燒賣 嗯,味道一模一樣 接下來吃吃這種經典的菜色 粉蒸排骨 還有鳳爪 各位啊,它這個排骨啊,它充滿了滿滿的五香味耶 整體的味道非常的家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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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來吃鳳爪 欸各位啊,它這個鳳爪肉質咬下去入口即化耶 哇 你吃到這個,你就可以體會什麼叫做骨肉分離的滋味了 哇,這樣吃完這一輪蒸籠料理喔,我覺得它這個水準,以360元來說很OK對不對 好不好,那我們再去拿下一輪的料理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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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好啦各位 是說我剛剛發現他這邊熱炒料理 有一道是炒了淡菜跟繁衣杯 我兩個最愛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我就索性的 先拿飯盤的量吃吃看 想說如果好吃的話 也許我們可以專攻這道料理 那我們先從清淡的料理開始吃 先吃醉蝦 假如這個再沒有什麼味道的話我也認了 它這個醉蝦的肉質比剛剛炸白蝦好太多 我是感覺到它是Q彈的 這個可以耶 它這個小醉蝦我就吃到它白蝦的甜味 而且肉質咬起來也是很新鮮的那種口感 我再吃吃看這個 炒海瓜汁 各位它這個是青草海瓜汁 吃起來非常的清爽 而且它同時炒了一點涼拌菜類的東西 我覺得這東西非常的開胃 那它這邊也有油雞跟鹽水雞啊 它一次把這兩種同性質的東西放在一起 各位我覺得這兩者就是有點中規中矩的 嗯沒錯 最後再吃吃看鯊魚菸 它這個肉質跟口感跟我之前去八斗子漁港吃到的味道一模一樣 這很棒耶 那終於輪到這一盤比較重鹹的料理了 很快一點 欸你們要收我嗎 對 哦好好 好啊謝謝 謝謝 是說我們剛剛吃到一半的時候 他們跟我說現場已經要廁所了 然後現在時間已經是兩點半了 他們這邊三點就要休息了 是說他這個炒蛋菜的肉質我是覺得有點呼呼味啊 但是說他這個調味又把他這個肉質的問題給蓋過去 所以我覺得算是還蠻OK的耶 起碼他味道是好吃的 炒了青蔥還有九層塔的香味 他會伴隨著他紅燒醬的味道 一直在嘴巴裡散發著 我們再來吃一下烤鴨 噢麥格他的烤鴨好鹹喔 不是吧 好 那我們來吃一下這個炸排骨好不好 它這個排骨經過醃漬之後 吃起來會有一種微微甘甜味 而且它的肉質還算蠻軟嫩的 然後我們再來吃這個雞排 它這個雞排啊相較於他現場其他的雞料理啊 肉質整體顯得乾彩了一點啊 而且味道還比較有一點過於調味的感覺 不夠OK啦 接下來我們來吃喜歡吃的東西吧 這剛剛最後夾取的時候 我又拿了一整碗的牛雜湯啊 你們就知道我對於這個東西有多熱愛了吧 你們看一下這種內臟脂肪就是牛雜最香的地方嗎 是說我剛剛又去拿了豬腳啦 萬卵豬腳跟一般的傳統豬腳 這一塊充滿脂肪的萬卵豬腳 這塊豬皮咬下去的時候又Q又彈 又帶著豬油的香味 那塊豬油的 那麼多黏油 只有很脆才可以 這塊雞排 另外一次去吃雞排 吃雞排 今天這個魚 就是牛肉 然後整esta魚 吃雞排 吃雞排 然後來吃雞排 對 吃雞排 另外一個 吃雞排 今天这样子真的是好享受啊 我觉得我们去拿一球冰淇淋来试一下 我们把这球冰淇淋吃完之后 我们就去外面做结尾吧 OK啦各位现在我们在停车场了 这个停车场是在他的餐厅的正对面 是一个付费停车场 但是说他这个停车场每个小时收费40块 但他最高的收费上限是90元 算是还可以接受的停车场啦 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来吃这个港踏港式料理吃到饱自助餐 今天整体的品质还有他的样式 以365元 啊这样就好了 我打败你都去给人家说你这乖吃阿拉萨人 没有什么东西好闲的啦 那各位你们有什么推荐的自助餐 或是吃到饱餐厅要推荐给我的吗 请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看到就去回复喔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啰 拜拜 我最近吃健鸿牛面的时候我最会吃牛杂的面 但是那一家店现在只能永存在我们心中的 Virginique chois然非养民 别其实医疗 最后酒 늘到 Rashido 所以会 Marcel 我们喜欢这个哏 被骑 自共有 各位 守在 。